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打一半的时候 直不起来就是躺下 真的休息一下 起坐走一走 起坐可以 但是呢 有时候假如说你想坚持三个小时 打到一半腰疼 那么好 起坐起来走 走 但是人身体 你心孩子好像在坐地上 只是你把坐变成走了 或者站了 或者就像他抖一抖 餐一餐 或者是揉一揉都可以 然后继续坐下去 有心不理坐就行了 因为你的身体嘛 你的肌肉疼得空的 它是那个地方气脉 气血不循环还是不好 气上不去了 卡住了 腰椎这一块 但是如果你能真的忘我 你就怎么把它扛过去 就不动 你知道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五个八七八个小时以后 突然自己就祸通了 那个能量就大上去了 忍也是一个方法 但是忍是一定要在你 就是说不会被生气造成太大的影响 就是说这个忍下去也不会说是出问题 但是你腰这一块 我觉得问题不大 你先就这样 坐两天揉一揉 坐两天揉一揉 中间起来走走走 到最后 你做到一定时候 做到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以后 就开始往下忍 就不要起坐了 忍让它能量出你那个脊柱过去 忍到一次最多三次你就没事了 因为它脊柱有些问题 因为它脊柱有些问题 所以我说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后边这个腰 就是右腿上面这个 就特别疼 嗯 有的是疼的地方呗 有的是垮步 有的屁股尖 有的是膝盖 有的 反正你反正是不疼的地方 肯定疼吧 这个是不是心太长了 所以就 心力不够 心力不够了 散肯定散 但是力量不够了 就是说你不能让自己 无力自拔 什么叫无力自拔 就有些事 你压住你了 你的力量不够 就拔不出来 把自己从那中 就是有些烦恼啊 累啊 疲惫啊 痛啊 都是无力自拔 就是痛感 痛得到的呀 你不行 你要定住是很 拔出来就是无所谓啊 这个痛多我没关系 但是它真的有关系 真的是你的腿 明明的腿 这个时候真的是无力自拔 力量不够 嗯 出离 刚开始要出离 刚开始就是有一些 什么也不管的 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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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要回来 先出 先什么也不要管 先出 出去 然后再搬回来就行 你先出离 然后回来 回来 你可以做所有的事 提前行刀 打包不对都可以 拿着枪也可以 站在马路上 但是呢 这个世界的任何事 全世界的事都是你 都是但你也不受影响 你可以管一件事 不受影响 现在是有一件事就影响 一点件事就影响 嗯 嗯 我现在是整个 总是觉得就无所谓 无所谓 没有 好像觉得这个人 也没什么目标 也没有什么 无所谓也不是看破了 对 只是 就是我觉得 经历太多了 慢慢的我不在乎了 我觉得 真的就想把那东西 就觉得自己有点麻木啊 是吗 你还小 要多学 多学 修学是提升自己的智慧最快 确实 那你学自己文化的话 它就是某一个科目 但是修学是整个的把智慧打开 请不吝点赞 参考 Genesis 收听 我们的资访 帅 请不吝点赞 是 不 你 rupe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